你好,你之前跟我说想让我给你讲一下那个APP的大体的执行流程 我想了一下,如果打字或者是语音的话,三言两句也讲不清楚 而且我听说咱们的同学李昂泽,他最近在考虑学案 稍等会有点慢 他默认已经给咱生成了很多的文件 咱们先大家看一下这些文件都是干什么的 首先第一个文件讲的是manifests 这里有一个文件叫做androidmanifests.xml 这个文件是所有APP都有的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里描述的信息就是对于你这个APP的一些最基本的配置 那么这个文件里首先需要用到的一个配置呢就是赋予这个APP访问网络的权限 这需要用一行代码 我记不住可以上网直接查一下 嗯,就是这行代码 嗯,就是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的意思就是说,请求用户的许可 请求那一个权限呢就是访问网络的这个权限 那么这个就是androidmanifests.xml文件 它有一些对于你整个APP的最基础的配置 比如说要请求某种权限 或者呢,比如说这一行是icon 是APP的图标是什么 那么这个icon的图标 它写的是atmapmap-iclauncher 它这种写法呢实际上是安卓里使用资源的一种常用的方式 at代表它有引用某种资源 后面跟的是这个资源的ID 比如说它后面这个mapmap-iclauncher mapmap是指这个资源所在的文件夹 可以看到这有res文件夹 就是resources资源文件夹 那么它里面有mapmap文件夹 里面iclauncher 那么有这一系列的图片 那么这些就是这个图片资源 用来当作这个APP的图标 它这有好几个图片 是因为它写着HDPI、MDPI 是指的是适用于不同分辨率的屏幕 应用不同的图标 至于具体应用哪个它会自己去做 这个不用咱们操心 那么这个就是Android里 引用资源的方式 at 后面跟资源的ID 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下这个APP 试一下 我在安装这个Android Studio的时候 那时候我没选择默认安装 我选择自经历安装 然后我把安卓虚拟机构选上了 好 好 我们下期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